你怎麼去研究蟑螂呢 我在高中歷史要當高中的老師 那我就要找那個很好的範本 這個老師很會教 這個老師很有理念 那當時我就覺得 發現我們現在有一位教授 林金頓林教授是我的恩師 他的教學念我好喜歡 他對於教育的那個愛啊 執著啊 我好想跟他 所以當時他的實驗室 不論是研究什麼 我都要進去跟他一起做研究 他是挖大便我就跟他挖 可是他的研究室就是做蟑螂的 那我也不排斥 就這樣誤打誤撞進去了 結果一接觸發現 這個物種不錯 不論是在生命教育上 或是我們生物學的研究上 都是很好的物種 那我覺得他給我影響最大的是 他的那個物種的演化的那個概念 你看這個物種大家喊打 大家討厭他 但他其實在 大概三億五千萬年前就有了 他就演化出來 然後看到恐龍演化出來 恐龍滅絕 現在人類演化出來 也許接下來就看人類怎麼滅絕 所以他這個很古老的物種 你看他大家喊打 他也不會咬你 也不會攻擊你 怎麼不會 他會攻擊你 怎麼不會 你攻擊他多還是他攻擊你多 你想想看 他怎麼攻擊你 只是飛過來卸下你 那就很恐怖 你知道 看到會飛了當然 那很恐怖 你都拿手機噴他了 拿東西打他了 他只是飛向你 他恐怕是要擁抱你 哎呀好朋友 你怎麼 我沒有跟他當好朋友啊 那就對啦 認知錯誤 所以你看我們人類 對他攻擊那麼多 對 可是你看 他又不欺負你 欺負你不多啦 然後 可是他卻活了很久 你發現嗎 這個人類很有趣 你要很強硬 你要欺負別人 你可能像恐龍一樣滅絕了 但是這個物種卻 低低調調 也許受大家的欺負 也許受大家討厭 可是他活得比你們久 他就是堅持著 活下去就有希望 所以當學生覺得 我的人生好像沒有很苦 我的苦短 你看看蟑螂 人家這麼堅毅挺拔 還是撐過去了 這才是生命的韌性嘛 對不對 我覺得這個倒是給我很大的 激勵 就是你 你再難過 人家是大家討厭他 大家喊打 可是他一樣堅忍的活下來 你憑什麼在他面前說 你過得很苦 你還是高等生物 對不對 所以你在蟑螂身上 看到人生的哲學 對 然後順便帶給學生 你看這是生命教育 OK 好 那我這麼說 傳說中蟑螂是 目前現存最久的物種 真的嗎 這倒是不能這樣講 因為細節更久 其實我無聊真的是 Google過這個資料就是 人類歷史上 地球史上有很多次的 所謂的種族大滅絕 OK 但是你說三億五千萬年前就有 他大概可能只有除了好 那個厚 厚以外 可能他是活最久的 對 你看 這麼多古老的物種 很多就過得很悲慘 被人類欺負 然後就快要滅絕 你看蟑螂 他可以欺負人類 對 他現在演化到 現在是很旺盛的 這是跟人類合作 進入到人類的社會 看他的韌性多情 OK 所以那時候你開始在大學的時候 跟著林靜頓老師 林靜頓教授 好 那你有沒有問過 他為什麼要研究蟑螂 好 他的理由其實跟我後來發現的理由一樣 蟑螂 我們用的是美洲蟑螂 那種大隻的 比較大 就在那邊常見那種比較大的 會飛的那一種 會飛的那一種 因為還有一種德國蟑螂小小的 比較小 那種是比較適合研究 比較適合研究行為 他小小的可愛可愛 大隻的解剖比較容易看到那一張 所以如果今天你做的是大的那種蟑螂 你要看行為 你要解剖那一張 你要做生理事業 他很容易操作 所以他有很多味覺之謎 然後光是一個 他憑什麼活那麼久 然後他身體構造很複雜 他有兩種眼睛 兩種眼睛都很發達 所以我們實驗室就覺得 這個物種很多味覺之謎 而且又很好養 你養他的成本比養老鼠便宜很多 對 然後接下來 最重要的是學生沒有心理壓力 有些如果解剖青蛙 很多學生前一天會做噩夢 明天要殺生物 好怕 研究蟑螂 解剖蟑螂前一天 學生們是興奮的 明天要殺蟑螂 所以至少在心理負擔上會小很多 學生們容易接觸 但是這個就我們可以插入 你看你還是犧牲一隻蟑螂 你需要什麼 你什麼都沒有需要 你就犧牲一個生命 你值得嘛 你這樣對得起牠嘛 所以我們的生命就進得來 蟑螂 老鼠 青蛙 都是可愛的生命 你怎麼會有生命誰高誰低 這樣的概念呢 所以結果蟑螂前 你還是要對牠要尊敬的 你研究蟑螂 要解決什麼問題 你的問題不錯 好像論文口試 其實蟑螂的研究 它的主要的方向 有幾個大方向 第一個牠是生命力那麼強 其實這樣生命力強 我們都誤會了 你這樣一踩還是死掉 牠還是會死掉 你噴上去還是死掉 牠強的是整個 誰一踩都會死掉 對 沒錯 所以這樣還是會死掉的 這個種族為什麼可以 演化到現在這麼成功 那牠的成功的秘訣 我們人類會不會學 這是一種比較 學術上的問題 另外一個比較食物上的問題 牠跑得很快 牠很會做一些吃東西什麼的 我去研究牠的一些機制 有沒有辦法轉變成 人類的一些技術 譬如說六足機器人 其實是模擬蟑螂 在外太空做探索的 然後我們實驗室的主軸是 當然有兩種眼睛 人類就有一種 你這叫單眼 兩種眼睛都很發達 我們實際上有個口號 寄生單眼 核生敷眼 你幹嘛要兩種眼睛 這麼那麼發達 一定有生活學上的有趣的點 所以我們實驗室主要 繁存在必合理 對 那為什麼它合理 你要找出一個 科學上的解釋 那我們就以這個主軸去研究 OK 那最後得到的結論是什麼 就是兩種眼睛的功能真的不同 我是研究兩種眼睛 對運動行為的調控 好 單眼跟複眼真的功能不一樣 對 那單眼比較敏感 那個我們把它關掉 隔壁開個小燈 它在這邊可以感應得到 可是複眼比較不敏感 可是它對於那個影像啊 動態啊會比較敏感 所以飛行時複眼是很重要的 影像輸入 所以有功能上的區別 所以它這麼成功 蒼蠅也有複眼嗎 對 它複眼超大的啊 所以它飛行的力很好 蟑螂的飛行沒有那麼好 因為它的複眼沒有像蟑螂這麼大 蚊子有複眼嗎 有啊 有啊 OK 所以打蚊子很難就是這樣子 然後昆蟲不是只有一次 它有時候會有一些氣流 像蟑螂尾毛還有氣流 所以你拖蟑螂後面打 那個氣流會讓它跑掉 蟑螂可以當成藥眼 對 我也不知道 是後來有人找我才跟我講的 因為中藥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東西 OK 這個我們必須得承認 像我吃過那個蟬的殼 其實很多東西它有藥性的 都可以入藥啊 蟬除啊 就有些它有毒性的才有藥嘛 藥跟毒本盈甲 蟑螂在早期就是東方的蟑螂 其實就把它曬乾 或是有些是生鮮的 挖起它的肉吃 之後可以退燒 我都聽過這些說法 那其實會知道這個事 是中醫師來找我 有一個某個職業的中醫師 他說那個蟑螂對外傷潰爛有奇效 古書上有記載 他就想要做實驗來測試 結果他把家裡蟑螂抓來養不夠 所以他找我師傅 老師你可以給我一些蟑螂 並且教我怎麼養吧 因為我的診所在測試不夠用 對很多人來跟你求蟑螂 有有有養雞的 有中醫師都有都有 那當然有做研究的 他要養來餵他的雞 讓雞去追蟑螂跑 才會跑地雞 就是要肉質好 最近台灣發生了 很嚴重的食安問題 對 OK 那有專家學者推估 所謂這個米酵菌酸 是透過蟑螂傳播的 你怎麼看這件事情 目前他沒有很明確的跟誰共生 沒有 目前他大部分都是在環境中 土壤中 然後偶然會跑到動物或植物身上 但是很少見 可是蟑螂不適合 因為我看到報告說 可能他的大便 動物的消化道是缺氧環境 所以如果你要在 你的大腸或小腸要活 你必須要度過那個缺氧的環境 才有辦法 這個菌是耗氧菌 它其實需要氧氣的 它不適合在消化道裡面生存 所以蟑螂不會放屁 會放屁 但放個屁是氧氣很少 然後甲腕比較多 OK 是動物都會放屁 好 所以這個所謂的邦克裂酸 跟蟑螂你個人的認為 我們說就講個人 好 是跟蟑螂沒有什麼多大關係 好 我想要用一種生物老師 對學生的態度 依據目前科學 目前累積的證據 跟相關的研究成果 我們目前沒有任何的證據指出 米酵菌酸的病原體細菌 跟這樣的傳播之間有任何的關係 目前沒有證據 這是官方說法 沒有證據 這個怎麼會這麼嚴重 米酵菌酸或叫邦克裂酸 它是個物質 它是細菌分泌的 那這個分泌的物質 其實一開始是為了殺死 其他的細菌或增菌 因為它要跟其他細菌增菌競爭 所以你要有武器 但人吃了 那為什麼要產生這麼大的問題 這問題很多層面 我要從大到小 其實最大的問題是 因為台灣沒有發生過這個案件 所以一旦發生時 我們第一線 並沒有辦法立刻知道 就是這個 所以醫護上 急救上 一開始不知道怎麼做 必須要等他可能病症 瘋狂消耗 對 然後像這個 他其實很急 他肝臟馬上出問題 我們不知道有這個病 所以一開始不知道要怎麼救 現在是已經知道了 所以邦克裂酸 聽說要列為基本的檢查 那以後一驗出來 馬上就知道怎麼做 可是他為什麼會造成人類 因為這麼危險的現象 作為病徵的 我們的細胞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包器 叫立腺體 它負責產生能量 我們在國中叫什麼 產生ATP 提供細胞能量 好 它產生完之後呢 要送給的細胞來使用 這是一個 我們細胞裡面很重要的包器 米消菌酸呢 就是把 它這個把 那個能量送出來的 那個蛋白質 抑制掉了 所以它好不容易產生的能量 細胞卻用不到 所以這些病患的死亡 其實都是 因為缺乏能量死亡的 那肝臟代謝很高 很需要能量 所以肝臟第一個就受害 然後再加上毒素這邊也會代謝 所以肝病變是最快發生的 後來就全身能量使用不足 所以細胞就開始 壞死 對 能量就下降了 蟑螂到底算 抑菌還是 抑蟲還是害蟲 其實是不是抑蟲要看 好壞是人類決定的 對 那就看你蟑螂對你造成什麼影響 好 影響是好的多還是壞的多 那請大家想一想 蟑螂對你的最大的害處是什麼 好 那我問幾個問題 台灣去年一年 有多少人因為蟑螂死掉 我怎麼知道 對 我跟你講 零 好 但是去年一年有多少人因為蚊子死掉 登革了 瘧疾很多 所以誰比較危險 有統計過 全世界殺死最多人的生物 不是不是蛇 不是你想的毒蜘蛛 全世界殺死最多人的生物是人類跟蚊子 對 沒錯 所以蟑螂算異菌嗎 好 它對你 蚊蟲嗎 蚊蟲嗎 好 蚊蟲好像沒看到 可是想想看 還是有蚊蟲啊 它吃了我們的食物 我又吃了它吃過的食物 我拉肚子 所以蟑螂對人類最大的危害就是 食物中毒 還有就是過敏 有很多人會對蟑螂的排泄物 不是 奔命物過敏 好 蟑螂對我們最大的害處就是過敏跟拉肚子 就是食物中毒 好 除此之外 它在你家把你丟剩的食物吃一吃 所以它在森林中是清除者 就是把其他動物的食體或排泄物處理掉 然後讓整個循環變好 所以在你家你會覺得 它討厭它吃我食物 讓我食物變少 而且我吃了還會中毒 所以在放到整個地球來講 它對地球來講是幫助元素循環 所以在你家它好像是做壞人 但是在整個世界它是做好人 那哪個比較重要 就要看人怎麼想